新闻来源 世界综合报道 落矮事件最新情况 女主角刘夏公布了另外两个男主角的身份 没想到这两人居然身份不一般 他们都是总裁 这个消息让网友感到吃惊 没想到他们玩得这么开 刘夏还曝光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刘夏突然选择曝光是有原因的 因为十六集团董事长夏桂一事 又引起轩然大波 这让闹矮事件再次被推上热搜 虽然该集团早就辟谣了 桑春华是其公司的总裁 但他之前和十六集团的各种恩怨 一直都纠缠不清 让刘夏也处于风波之中 桑春华对十六集团董事长夏桂的事情 也开了媒体沟通会 他说某人并不是他的老师 对于最近的八卦绯闻 桑春华表示都在假的 有人故意构陷 他这样说的目的就是否认 刘夏曝光的闹矮事件 也不承认自己是当事人 桑春华的回应让刘夏很被动 如果他不回应 很多人以为是他在说假话 9月14日 刘夏发文反击桑春华 他爆料称 在9月6日这一天 刘夏曝光的烙矮事件 立刻在网上引起网友热议 桑春华看到自己被刘夏曝光 跑到他的公司下跪磕头道歉 祈求刘夏原谅自己 刘夏几次想扶起桑春华 但他要刘夏答应 不再曝光此事 看到一个大男人 当着公司员工的面跪在地上 刘夏心软了就答应了 9月7日 刘夏宣布要直播回应落矮事件 引起很多网友关注 这时候 刘夏曝光的目的是针对其他两个当事人 他想借着网络热度 一是证明自己并没有参加多人运动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让另外两个当事人给他道歉 之后 有媒体报道称 闹矮事件其中一个当事人 也跑到刘夏公司给他道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最后 刘夏和这个当事人 还一起去了公安机关处理问题 刘夏公司的员工还透露称 当时桑春华和另外两个当事人 提出多人运动的时候 刘夏感觉很尴尬 就提前离开了 没想到 刘夏以为他答应了 在刘夏离开之后 打电话骂他 这也让刘夏很生气 第二天就曝光了这件事情 之后这几天 刘夏经常更新自己的个人动态 也和网友调侃撕批的梗 不过他没有提起 刘春华和其他人 大家也都以为 烙矮事件就这样过去了 网友也没有什么 吃瓜的兴趣了 结果 十六集团董事长夏贵 桑春华出来回应 否认了刘夏的爆料 所以他决定曝光 其他两个当事人的身份 9月15日 刘夏发文称 他要公布 烙矮一和 烙矮二 这个消息顿时让网友有了精神 大家就想看看 是哪两个人 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随后 刘夏的正式公布了 烙矮事件的另外两个男主角 他发文称 桑春华介绍的是他朋友 当时刘夏并不认识 后来才知道 是被十六集团辞退的 护浙区域总裁李广天 江苏区域总裁丁庆卫 这两个人就是聊天记录中 桑春华所说的 烙矮一和二 刘夏还表示 当时桑春华一次自求 他原谅自己 不惜下跪磕头 给他道歉 结果桑春华否认了这个事情 并表示 这是有人在构陷 刘夏说 他和桑春华打过牌 他下手狠 但他也不是软柿子 看得出来 刘夏的个性是很强的 他也给了桑春华机会 可是他反咬一口 让刘夏很失望 所以他现在不给任何人面子 选择曝光 傲爱世界男主角 让他们付出代价 不得不说 刘夏在上海打拼多年 见多识广 很有自己的主见 他和桑春华之间 有什么业务不得而知 但一顿饭局 就提出如此让人大敌眼镜的要求 实在是让人不可思议 现在 刘夏曝光了 烙矮事件另外两个男主角 可能还会引发一系列狗血剧情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后续事件的发展 刘夏与多人运动视频 也被网络曝光 房企大佬下跪背后 性 谎言 和股权之争 你流过血 我挨过打 一起打拼 挣下了600多亿的资产 到头来 双方却反目成仇 十六置业的老总崔薇和桑春华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闹分家 抢公张 玩四辟 当众下跪 诅咒发誓要跳楼 当这些狗血剧情 短短几个月之内 在十六置业上演时 这家总资产628亿元的北京房企 一下被推到了聚光灯下 而这些剧情背后 则是两位公司创始人 十六置业董事长崔薇 和前副董事长桑春华之间的股权之争 这两位地产业的老兵 二十多年前 从南京携手到青岛 又到北京闯荡 当时双方商定 催 桑各占公司 百分之五十八 百分之四十二的股份 在十六置业 二零二零二一年 港股上市失败后 桑春华提出 按股权比例分家 但催微不同意 要求将自己百分之五十八的股份 溢价百分之三十 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点四 这意味着 桑的股份 从百分之四十二 缩水至百分之二十四点六 桑春花不同意 这一分家方案 除此之外 催 桑二人在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 用人等方面 也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这种分歧 此前尚属于暗潮涌动 今年六月开始 暗潮涌到了名处 最后演变成双方公开互相指责 甚至对捕公堂 据桑春华称 六月二十一日晚 催微趁桑春华不在公司 纠结了三十多名 社会闲散人员闯入公司 以非法手段 强行控制公司 随后 催微利用抢来的公章 向桑春华发送 解除劳动关系通知 一同被免职的 还有三名高管 十六集团 护浙区域总裁李广田 十六集团 江苏区域总裁丁庆卫 桑春华的助理杨玉峰 六月二十四日 桑春华发布回函称 催微故意捏造事实 构成对桑的诋毁 污蔑与诽谤 严重损害声誉 并保留追究相关民事责任 甚至刑事责任的权利 至此 双方陷入了 你来我往的缠斗之中 仿佛还嫌生闹得不够大 九月六日 十名认证为 云和变量集团董事长的 刘夏女士 发微博举报桑春华 称对方 以吃饭为由 邀请自己参与多人运动 由于自己公司的事迅速出圈 占据了大量的公共舆论资源 刷低了各种社会伦理底线 催微忍无可忍 自称设恐的他 召开了一场媒体沟通会 催在会上发布了一封陈情书 全面阐述了 当初罢免桑春华的原因和经过 然而 在沟通过程中 催微突然情绪失控 双腿跪地 双手垂地 并表示自己以立下遗嘱 将以生命为代价 解决十六置业的问题 深陷舆论漩涡的桑春华 同样急了 9月14日 桑春华也召开了媒体沟通会 对催微9月11日 发表的陈情书 做出12条回应 最后 他以这样一句话说为 我1977年生人 我可以比你多工作几年 你对我所有的伤害和迫害 我愿意选择原谅 现年55岁的催微 46岁的桑春华 一起打拼多年 挣下了颇天的富贵 却为何反目成仇 走到今天这一步 相较 部分股权无偿赠送 催 三二人关系的甜蜜期 还得从很多年前说起 上个世纪90年代初 改革的春风吹变神州大地时 催微辞去中学地理教师职位 下海当起了房产中介 1994年 催微在南京新街口 开了首家房屋中介门店 三年后 催微完成了公司最重要的资本原始积累 此后公司进入迅速扩张期 1998年年初 房地产市场行情一片大号中 催微的几家门店生意也颇为火爆 地段稍微偏远的地方 如紫云山东侧的房子 也会有大量成交 据催微描述 也就是在这一年 年仅20岁的桑春华 成为了催微公司的一名普通中介 底薪三百元 不过 桑春华多年后自称 他在加入催微公司 之前已经在营销公司干过 积累了经验 对此 催微不以为然 2023年9月13日 催微向世界发出疑问 他 桑春华 20多岁 就有营销公司的经验 不管怎样 催和桑在1998年 正式有了交集 南京是催微的福地 但这里发生的一些事 也令催微不胜其扰 房产中介的纠纷比较多 老有人找你处理问题 他想另外开拓一个房产中介市场 首选城市落在青岛 带谁去青岛开箱辟土 催微认为 不能带南京的店长 只能带店里面表现好 态度积极的员工 因为即便这个员工走了 也不会影响南京门店的业务 店员桑春华 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催微注意到桑春华 是在199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当时催微去查店 首店的桑春华 正在看法国世界杯 跟桑春华一起看了球 聊了很久之后 催微发现 他是一个有想法 且敢想敢干的年轻人 从那时起 催微就留意起了桑春华 直到青岛要用人之际 催微带走了桑春华 催微和桑春华来到青岛 做的是楼盘销售代理 桑春华也确实够拼命 据说 有一次卖房前 去打扫卫生 桑春华没带钥匙 为了开门 他从屋顶跳到露台 把腰闪了 在青岛 决道第一统计后 催微并不满意 止步于此 用他自己的话说 公司的基因就是不断向上发起冲击 2001年 他揣着一笔钱 和桑春华进京 成立了华美地产 这是一家做新房代销 包销业务的公司 在催微看来 华美的地产开局 是靠兄弟们一张一张传单发出来的 是当年一个一个销售员 站在马路边 一辆车一辆车插出来的 进京六年间 华美在北京销售了一百多个项目 巅峰期一年卖了一百多亿元 摘得胜利果实的欣喜下 催微还记得 2007年1月 为了庆主还清所有负债 他带着所有店员 泡了一天的桑拿 此时 桑春华在催微心目中 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据催微称 他甚至将销售代理公司 一部分股权 无偿赠给了桑春华 殊不知 这样的动作 令两人的关系 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 早期的催微和桑春华 是师傅和徒弟的关系 拥有股份后的桑春华 看起来与催微更多的是合作关系 石榴集团前员工孙思 告诉世界 华美地产进入北京后 先以K2地产为品牌 介入房地产开发业务 K2集中优势兵力 深耕北京通州市场 开发了K200河湾 K2清水湾 通州十里春风等楼盘 催微告诉世界 为了打造好楼盘 K2地产不仅学习龙湖 他还专门跑去杭州 请教了绿城宋卫平 K2在2008年年初赢妈了 不仅将房子一卖而光 还躲过五月份的打折潮 催微回忆道 就这样 K2地产用五年时间 做到了北京市场前五名 按照催微的说法 此时的桑春华 一直作为销售公司的副手和他的助手 分管销售代理业务 直到2014年 K2地产决定关闭销售代理业务 催微让没有开发经验的桑春华 从地产公司的招投标管理工作开始 逐步介入地产开发业务 同时将后者在销售公司的权益 平移进了开发公司 2016年 K2地产正式更名为十六集团 随着这家公司的更名 十六集团的业务格局 从单一地产转向多元化发展 这一年十一月的更名仪式上 已经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的桑春华表示 十六的目标要做地产界的苹果 此时的桑春华可谓意气风发 他全面掌管十六集团的开发业务 催微则负责战略投资和科技研发等创新业务 所有人没有料到的是 看起来相安无事的两人 会走到反目成仇的那一步 相称 我都控制公司了 大家凭什么支持你 伏笔早就买下了 孙思是在K2更名为十六集团后 进入这家公司的 那时 孙思就听到一些传言 说崔 三二人在公司发展方向上 有些不一致 对于人员的调配上也有分歧 据桑春华对媒体的描述 他与崔薇在公司发展方向上的分歧 早从2013年就开始了 那一年 K2地产以46亿元 溢下率57% 债得上海帝王 桑春华认为 高下拿下如此重资产的自持项目 是一个错误 第二个分歧点 是2016年 十六集团曾发行50亿元债券 这笔钱被崔薇拿来买手钢的股票了 结果这笔投资赔了60亿元 据桑春华称 十六集团2021年上市夭折后 他正式提出分家 但崔薇不同意 按持股比例58%和42%对应的估值 而是要让自己的股份溢下30% 即按崔和桑各占75.4%和24.6%的股权比例分家 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 多次沟通无果后 两人在今年六月份撕破了脸 崔薇将桑春华连同三名高管一起罢免了 此前2019年8月 崔薇已免去桑春华公司总经理一职 只让他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愤怒的桑春华先是在6月24日回函反击崔薇 后在8月初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隶属崔薇五宗罪 他还说为了不让自己再进办公室 崔薇带了几十个保安控制公司 强行打开保险柜把各种工章拿走 之后十几天为了保护工章保护资产 崔薇一直在公司吃住没回过家 当舆论风向倒向桑春华时 崔薇一直沉默不语 知情人士告诉世界 当时就有人劝说崔薇出来发声 但他最终顾虑公司的声誉还是放弃了 崔不想十六履上热搜 这样公司口碑会更受影响 他想等风头自己过去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9月6日的一场舆论风波 再次将十六集团推上风口浪尖 这一天 微博认证为云和变量集团董事长的刘夏 在微博上实名举报十六集团桑春华 以吃饭为由 在北京邀约多人运动四批 对此 在澄清桑春华不再担任十六集团任何职务外 崔薇召开了一场小型的媒体沟通会 他用一封陈情信回应了外界的猜测 为何罢免桑春华 理由就是陈情信中列举的四个原因 首先是桑春华的个人债务问题 据崔薇描述 桑春华早在2018年3月就曾找到自己 希望将股权转卖给崔薇 理由是需要一大笔现金处理个人债务问题 涉及数字远超个人生活改善或享受的范围 崔薇由此产生担忧 担心公司经营安全 会因为桑春华个人债务问题而受到影响 这也成为崔薇在2019年8月收回桑春华总经理职务的一大理由 崔薇还发现 不知从何时起 他说的话不管用了 他们对我布置的事情也不是不做 但执行比较慢 越来越慢 他更发现 桑春华在十六集团内部 任命自己的表弟 外甥 同学 老乡 以被罢免的三位高管为例 他们都跟桑春华交情匪浅 三高管之一的浙江区域总裁李广田 是桑春华的高中同学 崔薇告诉世界 在他看来 李广田在公司待了很长时间 虽然能力方面有一些欠缺 但胜在做事中心 因此 我也一直很尊重他 但令崔薇没想到的是 他不是对公司中心 而是对桑春华个人中心 时间长了 他也有点飘了 李广田不仅满身名牌 在担任上海和浙江总经理期间 对员工进行业绩考评时 每次淘汰的都是倒数第二名 因为倒数第一名是他的同学 崔薇告诉世界 崔薇被架空这一说法 世界从孙思那里得到佐证 这里面的确有好多都是他 桑的同学 并且在不算短的时间里 桑全权负责十六集团日常事务 孙思说 重要时间节点在2018年 之前是崔 桑两个人都在管 2018年以后 相当于崔授权给桑了 即便是拿地决策 都是桑说了算 很多人不听崔的话了 走的三个高管 的确都是桑的人 据崔薇称 并他无法忍受的是 桑春华将公司建筑装修的招投标项目 私相授受 除此之外 桑还利用职务便利 带着自己的朋友大吃大喝 走的却是公司的报销 我觉得 公司一路创业不容易 没有一个创业的人会这么干 崔薇无奈地告诉世界 甚至于桑春华的一个司机 也被他调到了工商小组 担任掌管密码 这样的关键性工作 在双方撕破脸之后 桑春华对崔薇说 你凭什么跟我叫板 你看现在公司都是我控制了 大家凭什么支持你 不仅如此 知情人士还告诉世界 桑子贤还到处给金融机构发函 让大家纷纷去挤兑 因为他已不是股东了 此外 直到现在 桑在公司还有各种眼线和耳目 给公司新总裁做事 设置了一定的障碍 对于以上种种 9月13日15点54分 世界拨通了桑春华的电话 试图寻求回应 现在有事 回头再说 一再强调 自己有事后 桑春华挂断了电话 此时的桑春华 或许正忙着准备 以预告给外界的发布会 相离 就算我啥没干 也干了两件事 果不其然 9月14日上午10点左右 桑春华如期召开了媒体发布会 世界拿到一份治权调整 还是抢夺公司 对崔薇先生所谓陈情的回应的文件 里面有12条 如所谓我 桑春华 巨大债务 纯属胡说八道 所谓赠送股份 无稽之谈 没出钱更是笑话 两人创业 白手起家 担心 崔薇转移资产至国外 对此 当天下午13点40分左右 十六集团 相关人士回复世界称 桑的这些话 改变不了事实 崔薇不可能转移资产到国外 那是犯罪 桑春华还表示 我没做过某人的学生 崔薇先生是教地理的 我地理知识还不错 96年参加工作 98年世界杯期间 认识崔薇 我已是南京一家 房地产公司的销售主管 我做一手房 他做二手 在一间15平方米的门店内 我们聊得很投机 我动员他去做一手房 两个人一拍即合 坐长途客车 去青岛创业 确定股权比例7比3 从1998年到2001年 从零开始积累了1000万 我流了多次血 他也挨过打 大家不分彼此 早期创业就是如此艰难 桑春华在发布会上 重点提到他与崔薇的 在重大战略决策上的分歧 比如举牌手钢 桑春华表示 我和他崔薇单独对话过多次 我问他 从2012年后 你做过一件对的事吗 他从不做打 从种种迹象来看 对于决策的失误 崔薇并非没有反省 早在2018年2月16集团的年会上 崔薇就当着公司所有人道了歉 我的决策失误 耽误了公司发展 但令崔薇愤怒的是 是桑春华说 崔薇20年来 啥都没干 崔薇表示不服 他向世界表示 第一个 营销结构和组织 是我搭建的 当年的销售项目 也是我拿的 桑 只是负责销售执行 第二个 2009年公司向开发业务进攻 也是我强力推动的 在孙思看来 桑春华全面主管公司期间 也有战略失误 2018年以来 十六在三四线城市拿了很多地 大概有200多亿 但后来市场行情急转直下 三四线城市房价一路往下走 房子也不好卖 公司的去花压力很大 项目利润也没那么高 9月14日的发布会上 桑春华表示 崔薇光靠赌咒发誓跳楼下跪 解决不了十六集团的问题 但崔薇其实也并非只是下跪赌咒 世界了解到 崔薇已经拜访了一些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很清楚十六集团的后台数据 并且 崔薇还告诉世界 十六集团内部管理和项目都在正常运营 崔薇告诉世界 十六集团目前总资产在600亿元左右 有息负债在120亿元以下 负债结构中 中短期债务占25% 长期债务占75% 明年及后年 平均每年到期债务约15亿元 从目前我们的销售额来看 十五亿元是可覆盖的债务 但崔薇也承认 长期来看 十六集团的资金链肯定有压力 十六集团公司债券 2023年半年报显示 今年上半年 十六集团的营售为 55.25亿元 同比下降42.91% 截至报告期末 十六集团有息负债总额 为151.48亿元 其中 一年期以内的银行贷款 为4.21亿元 一年期以内的信托借款 为14.51亿元 同期 十六集团的货币资金 为22.83亿元 其中5.59亿元 为受限金额 截至今年6月末 其总资产为628.53亿元 崔薇给十六集团规划了五大方向 一 从一个全国性的开发商 调整为一个深耕重点区域的开发商 二 聚焦住宅用地开发 三 将流动性做好 出售一些流动性较差的资产 四 将资产质量较好的持有性物业经营好 五 将公司内部的组织架构紧缩 部分调成三级架构 重点项目调成两级架构 公司总部直接管 在孙思看来 崔和桑的形式风格差异确实很大 崔很低调 也自律 他平常的穿着 基本上是大裤衩小背心 发布会上的穿着 还算是正式的 崔平时出差都是住汉庭 如家 开的还是标间 在崔薇看来 桑春华跟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给的太多了 他 桑 飘了 另外 他的社交圈 朋友圈有问题 最快的变化 是从他做了总经理以后 权力又大 手上资源又多 比如说 很多人买房 找崔薇打折扣不好使 他是出了名的扣售 找桑春华就一定行 后来我听外面人讲 跟十六做生意 找桑春华搞得定 找崔薇搞不定 崔薇苦笑着告诉世界 归根结底 是价值观不同罢了 然而 在互相指责对方 薅公司羊毛上面 双方却是一致的 桑春华在9月14日的沟通会上 对崔薇转移公司资产进行质疑 第一 你从公司以公用的名义 拿走数亿元 转哪去了 我是股东 有理由怀疑你挪用侵占 我整理好接着报案 第二 你通过账户转移了多少美金到美国 对此 崔薇又会有何回应呢 文中孙思维化名 太好 大际 语 趴